什么概念呢 我们用这样的分析你会明白 很多人为什么身体有毛病 你吃的太简单了 我们说土壤它长得是粮食 不管是它长得舒服补杂粮也好 舒散水果也好 它都会叫做粮食 粮食是养育生命的 土壤是生命之源源头 没有土壤没有生命 土壤是生命之母 好我们就来想 假设你今天只吃一种食物 譬如说白米饭 我们就讲白米饭好了 你只吃白米饭 你只吃一块土壤里面的营养成分 人家吃乌乌扎粮 黑若米小米高粱 乔麦燕麦小麦兆米一人千十 你算一算超过十种以上的土壤 它长在十块土壤里面 它一样是一碗饭 你只得到一块土壤的滋养 滋养你的生命 人家也是一碗饭 人家有十几块土壤在滋养它的生命 你看差别大不大 一个天一个地 是一个天一个地的 千万记得食物多元化是养生的要求 精英汤就是了 精英汤它把很多食材全部混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它叫做多元化 更重要一点它叫生死 生死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讲生死重要呢 我举例说明您听就知道了 牛吃草 小牛变大牛 假设这草不是生的 而是煮过的草 它一定死掉 你相信它一定死掉 因为它这个草是熟的 它不是生的 它一定死掉 生熟差别太大 假设你养花 盆栽 你用冷开水去养它 跟生水去养它 我跟你保证一个月之后呢 冷开水养的那个花就死掉了 生水它活得好好的 差别太大 我在大陆这边有到处跑 事实上大陆的饮食呢 能够吃的我们很谨慎 对不对 有些地方我们还不敢吃 有些食物不敢吃 我凭什么保持状态 我要吃生死 我是要吃生死的 水果最起码 我吃一点水果 对不对 吃一点安全的生死 我用生死来保持我的状态 生死太重要了 生死代表你的精气神 保持得非常好 太阳能直接透过生死 传递给你了 你具有能量 能量是什么 来自于太阳 当你煮的东西煮过之后 能量已经不见了 你是跟太阳已经切断了 你已经没有能量了 因为你是煮过的 什么概念 讲给各位听一下 香蕉煮过 你吃上看 对不对 水梨 你煮看看 你吃上看 索然无味 这是索然无味 葡萄你煮看看 葡萄你煮看看 你吃上看 葡萄的甘甜味道 完全不见 那就生死的差别 所以我们希望他明白 来 我这样子 是的 我这样子要吃 是 我们希望大家这样把握一件事 生死敌意 一定要拉高 有些时候 完全吃生的 你还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毕竟是华人 比如说 我讲个例子给各位听 西洋人吃生的可能比较习惯 我们东方人吃生的 全部生的 有时候吃不来 吃不来的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听 各位就明白了 我到东马去演讲 马来西亚东边 他过海的 最大报社的社长请我去演讲 用餐全部是生的 我就纳闷了 连饭都没有的 我就纳闷了 没有一个是熟的 全部是生的 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可能这样吃呢 对不对 你又不是洋人 他就讲故事给我听 大方老师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以前不是这样吃的 因为我以前的妈妈血糖糕 我送妈妈到医院去 请医生帮她看顾一下 还没有到糖尿病 因为她很孝顺 道社社长是很满满的 她也很孝顺 怕妈妈得糖尿病了 血糖糕 就急急忙忙的 把妈妈透露给医生 希望妈妈能够 不要演变成糖尿病 结果交给医生 反而糖尿病 反而糖尿病 本来吃药控制 后来病人打胰岛素控制 这个报社社长认为说 医生已经尽责了 她没有怪医生 没有怪她 她总认为医生 还是很认真在照顾她妈妈的 后来医生到她家去了 很严肃地报告她 对不起 你妈妈要洗身 她缓然报悟 当着医生面 把她妈妈药全丢地上 她指了一声 从今以后 我不相信你 她害怕什么事 她害怕自己 她自己本身就是她那边 她怕她自己 不向她妈妈的后程去洗身 从此开始不相信心 她开始寻找网络 她不认识我 寻找网络 找到生死疗法 全部是生人 她想按照生死疗法 来救自己 她太太当初 没办法适应 因为她太跟她不一样 她太没有糖尿病 姑亲这样吃 她太觉得 没办法适应的 有一天她太火了 她太生气了 她指着她骂 你干脆到上上当也能算 不跟你吃了 她很无奈 悶得头还是吃 因为要救命 悶得头还是吃 一路吃到 她太太看在眼里 完全相信她 后来她太太也跟着吃了 她怕也有一些 那个亚健康的问题 虽然不是糖尿病 也有亚健康问题 也跟着吃了 也是吃好 所以因此全桌都是生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是没方法推广 很难推广 因为毕竟我们是华人 一定要熟的在里面 生熟都要有 我们华人才能接受 所以慢慢演变成生静食 所以生静食它有熟的 有生的 但生死是核心 请记得 生死一定是核心 我现在在帮大陆这边开帮 开食谱 生死没有超过六次 这个食谱是不及格的 肯定没效 我的平地的标准在生死的次数 要六次以上 我心里头有底 生死绝对是核心 绝对是完结的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精益汤 精益汤第一个 木树芽 阿爸爸